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面目也变得异常猙獰 魏无羡对上了五夫人的眼神 却是丝毫不惧 说道 婶婶 魏英和蓝湛都知道你没有疯 你是装的 对不对 魏英要是不欺负小影子红儿 你还要装下去 直到把整个庄园里的小朋友都杀光才甘心 对不对 杀光了庄园里的小朋友 你还要跑到外面去杀别的小朋友 对不对 你想把你见到的所有七八岁的小朋友都变成小影子 陪红儿玩 对不对 五夫人被魏无羡的一连串 对不对给问的愣争不一 半赏方说道 是又如何 魏无羡道 不如何呀 婶婶能承认错误就是好孩子 魏英很高兴 五夫人又是一愣 说道 承认错误 小仙君还真是同言无忌 呵呵 魏无羡道 婶婶是说魏英说错了吗 婶婶不愿意承认错误 五夫人慢慢爬了起来 站稳之后回头看着身后的影子 柔声道 红儿别怕 魏娘在 不会再让别人欺负你 魏无羡高声道 婶婶 对不起 魏英不是故意要宰红儿的 但是你把红儿关在你的影子里 不让他转世 还指使他杀人 就是你不对 魏英作为小修士 一定要管 五夫人文言掉转了头 说道 管 我倒要看你能怎么管 嘿嘿 只要我的影子在 红儿就能永远躲在我的影子里 你想要杀红儿 除非先杀了我 魏无羡愣了愣 转向蓝望鸡 问道 蓝湛 婶婶说的是真的吗 只有杀了他才能放出红儿吗 蓝望鸡道 嗯 只有死人才没有影子 魏无羡点点头 说道 哦 魏英明白了 只有婶婶死了 他的影子才会消失 他的影子消失了 红儿小影子才会不受禁锢 不可以 你们不可以杀红儿他娘 五元外忽然大喊着 冲到五夫人身前 伸开双臂将人护在身后 大叫道 他已经够可怜了 这些年疯疯癫癫 生不如死 你们就放过他吧 他要留着红儿就让他留着 我保证会看好他们 不会再让他们伤人 四小辈一正 忙往后退了一步 微恐手上的灵剑不小心伤到了五元外 蓝王鸡撇了批五元外 说道 你保证不了 言下之意 他们今日是肯定不会放过五夫人的 五元外闻言顿时一家慌乱 生死力竭道 你们要伤他们母子 除非我死 说吧 就要往蓝锦仪的剑上撞 吓得蓝锦仪连忙收剑往后击退 蓝丝追忆反应极快 喊了一声俊得严心 便带着两个小伙伴往后闪开来 场面一时成交着照 魏无羡看了看紧张万分的四小辈 又妄想试了理智的五元外 再瞧了一眼冷笑连连的五夫人 瞪大了双眼 若有所思 天科后复在蓝王鸡耳边消声说起话来 蓝王鸡听把微微汗手 轻声应道 嗯 可行 说吧便将魏无羡放在了地上 魏无羡蹬蹬蹬地跑到四小辈跟前 招呼道 你们把耳朵凑过来 魏音要和你们说一句话 四小辈正在不知所措间 这见着魏无羡召唤 忙不迭地围了上去 俯身将耳朵贴了上去 魏无羡便用气声说了几个字 四小辈先是一愣 讯即应道 明白 五元外见着修士们毫不避讳地当面挽起了计谋 惊计大喊 你们想干什么 边喊边护着五夫人往后退 魏无羡若无其事地取出了腰间的风恶乾坤袋 堵堵定定展开了袋口 看了一眼五世夫妇 忽然猛地将乾坤袋往空中一扬 催生生一声大喝 开始 喊霸便朝着五世夫妇冲了过去 而几乎在同时 四小辈一跃而起 朝四个方向飞了出去 蓝忘机也是一个藤月 飞向了五世夫妇 轰的一声响 说时迟那时快 四小辈在同一世间披灭了 悬挂着四个院角的四盏灯笼 小院便在刹那间漆黑一片 砰 不过一个呼吸间 又传来一声巨响 院门轰然洞口 院外屋檐上灯笼里的微光 照到了小院 虽然很暗淡 但也不妨碍院内瞬间恢复了光明 四小辈便看到蓝忘机抱着魏无羡 推到了院子一边 而魏无羡手上举是乾坤袋 对着五世夫妇扬了扬 说道伯伯 婶婶 魏英把红儿收到袋袋里了 五云外呆正了一瞬 叫道 你是如何做到的 魏无羡道 刚才灯一灭 婶婶就没有影子了呀 魏英就乘机把红儿收了 对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